花莲县艺文界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文化新传奖 今年度的得奖人为花莲县的阿美族编舞家庄国欣先生 那么颁奖典礼31日是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举行 一同见证花莲文化新活永续代代相传 那么期待是透过颁奖仪式 让获奖者的事迹广为传扬 那么激励每一位花莲县艺文传承贡献心力的艺文先进 花莲县艺文界最从容地位以及指标性意义的文化新传奖 122年度得奖人为花莲县阿美族编舞家庄国欣先生 奖典礼31日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现在许中文表示恭喜庄国欣老师荣获奖项实至名归 感谢老师长期资予圆明艺术的文化传承 这位只有几句话 第一个实至名归 而且真的是从外销准内销 真的是其实这个奖项真的给晚了 因为庄老师一直执着在整个自觉于族群的灵性里面 然后去推演出来 我想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现在的徒子徒孙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心而上 而是必须自觉于内 那个才会张力还有感动 这就是为什么庄老师带团出去 能够感动如此 语言不通 但是透过艺术 却能够传达那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 我想这就是艺术无国际 艺术不会因为任何的语言而有所可恶 所以我们真的要谢谢 中国新老师 养你国际而已显花莲 文化机场 我今天比较老师 中国新不仅是花莲星的骄傲 也是台湾原住民的骄傲 数十年辛勤耕耘台湾原住民族业务文化教育 传习以及展演等艺术领域 坚持带领新兴学子传习 台湾的阿美族 Sakiraya族和Goran族等各类原住民业务文化 积极推动台湾原住民族业务传承 传习 编创以及转译 完全体现文化新传奖这项奖项的意涵 经验度获得实在实至名归 接着就让我欢迎收到